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 咱们接着聊五胡乱华中的匈奴汉国 上回书啊 咱们正说到这匈奴汉国啊 出了个大阴谋家金准 精心策划了一盘大旗 把这匈奴汉国也搞垮了 皇上刘灿也给杀了 他们刘家人也给杀了个金光 但是呢 这金准不管怎么折腾吧 他没有掌握主要的兵权 上回当说 你看这个匈奴汉国当时地盘啊 挺大 横跟整个北方 绿色的这一片 这金准怎么折腾啊 都是京城附近 当时的京城在平阳 就是今天山西的林坟 正好是这个绿色中间这一块 匈奴汉国的主要兵力啊 掌握在东西两大兵团手里 西边这个由大将刘耀率领 现在盘踞在关中 这一块 这东边呢 有大将石勒率领 盘踞在华北 这一片 那现在呢 这皇上都叫人杀了 京城乱套了 这两大兵团能没有所动作吗 都有动作 咱们先说这刘耀 就西边这位 这个刘耀啊 你看 也姓刘 这匈奴汉国的皇帝刘渊刘聪创也姓刘 他们有亲属关系 这个刘耀的老爹是开国皇帝刘渊的堂哥 他算是刘渊的堂侄 但是呢 他老爹啊 年纪轻轻 人就没了 所以呢 这刘耀成了孤儿 于是刘渊呢 就把这刘耀收为了养子 你算我的肝儿子 结果呢 这刘渊发现 哎 这肝儿子没白人 这小刘耀啊 很聪明 幼儿聪慧 有奇度 弃度不凡 教什么 会什么 你给他报各种班 钢琴班 口才班 舞蹈班 是吧 人家门门灵 尤其是呢 这孩子长到八岁的时候 有一回啊 跟着刘渊一块去西山打猎 结果呢 下雨了 大伙儿就躲到树底下去避雨 哎 咱们小时候都学过这常识 下雨了啊 你往树底下躲雨可以 但是呢 下雨加打雷 千万不能往树底下躲 为什么 容易遭雷劈啊 他们这就是 迅雷震树 咔嚓一个炸雷 整批的他们躲在这个树上 结果当时啊 旁人漠不颠扑 大伙儿吓得都趴地上 只有人家小刘耀 神色自若 哎 跟没有这雷一样 这可能是啊 吓傻了 反正人家呢 没事 这刘渊一看 高兴了 哎 你看我干儿子 子无家千里巨 这孩子将来能称大事啊 我们老刘家 又多了一个人才 之后呢 这刘渊长大了 这长得是真大啊 身长九尺三寸 咱们之前说过刘渊 说刘渊八尺多 那时候一尺啊 是今天二十四公分 刘渊低我一米八九 这刘耀呢 九尺三寸 你算吧 两米二三 好家伙 跟姚明差不多高 而且呢 比姚明还有优势 他呀 垂手过膝 这胳膊还背长 手啊 长得能过了膝盖 还跟刘渊一样 你想吧 那姚明就是要扣篮 他多少也得跳一下吧 这刘耀好 一伸手的胳膊长啊 就能搭篮筐上 这打篮球太合适了 尤其是呢 还有 生而美白 目有赤光 白眉毛 红眼睛 胡子也奇特 这虚然不过百余根 稀稀疏疏的 但是呢 背长 皆长无耻 一米二 就长得这么一个怪人 你想吧 他这么个形象 这打架那肯定是厉害 武力之高 雄武过人 尤其是什么 闪上射箭 你想他胳膊长吗 胳膊长能拉大弓 厚一寸的这铁板 人流药 弯弓打箭 啪 一箭 射而动之 能够射穿这个铁板 所以当时有个外号 叫神射 另外呢 这刘耀啊 你看当时匈奴汉国 深度汉化 你看人家五大三粗 学问还大 跟刘渊一样文武双全 这位是熟读兵书 还擅长书法 特别擅长草书 历书 这刘耀啊 自己经常自比 说我呀 就是咱们这个时代的 乐意萧曹 就我呀 就堪比乐意 萧和操餐 但是识人 莫知徐也 他周围人 就不太认可 就您这比喻 这几位 这都不是一路 是吧 您到底是哪头的 这 这个刘耀呢 深受刘渊的器重 他干儿子嘛 又文武双全 履历战功 官也越做越大 到了咱们讲的这个时代 他带着一个兵团 独党一面 盘踞在长安 在关中 后来呢 刘渊也去世了 刘聪 刘灿 相继当皇帝 刘耀啊 其实不太瞧得上 这爷儿俩 你们没什么本事 哪像我呀 是吧 萧和操餐 所以呢 不太听从朝廷的号令 尤其这时候呢 朝廷长了个尽准 这更瞧不上了 他还什么一盘大旗 好家伙把老刘家杀了个精光 于是刘耀这时候啊 知道京城出事 赶紧带齐了重兵 从长安杀奔京城平阳 就是从陕西奔山系 走在这个路上啊 刘耀琢磨 你说这老刘家人都被杀光了 那谁当皇帝啊 谁还跟他们血缘关系最近 那不就是我吗 我是开国皇帝的干儿子 于是呢 走的半道刘耀啊 直接称帝了 我是匈奴汉国的下一任皇帝 这时候京城平阳那边呢 就进准那边也得到消息了 好家伙刘耀杀回来了 谁把这大哥给招来了 这你看这个进准啊 琢磨个阴谋阴人可以 你要让他上阵杀敌 那比刘耀差太远了 于是呢 进准赶紧派人来 讲和啊 你别来了 咱们想个办法咱们合作共赢 没想到呢 这刘耀很痛快就答应了 你不是讲和吗 可以啊 你杀了皇帝刘灿 没关系 他该杀啊 现在我不是称帝了吗 你只要归顺 拥护于我 你不但没罪 而且有拥立之功 这怎么样 这刘耀啊 答应的这么痛快 进准这头反倒犯嘀咕了 哎 他怎么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我的求和呢 你说我天天因别人 他别人 别人要因我吧 把我骗过去 于是呢 这不答应 在这琢磨 他正琢磨着 他两个弟弟忍不住了 咱们前面说了 他掌握兵权 是把自己两个弟弟 一个晋明 一个晋康 封为了车际将军 魏将军 让他们领兵 这两个弟弟心说 这大哥您倒是赶紧答应啊 您不答应 那位就杀过来了 让我们上战场跟他迎敌啊 那位长臂员 说我们哪整了这个 赶紧答应 这进准那边呢 就不答应老没信 于是呢 这俩弟弟忍不了了 在公元319年 晋准的弟弟晋明 带着兵 把晋准给杀掉了 你不投降 我们投降 决定带着传国玉玺 去投靠刘耀 这说去还没去呢 另一位大佛杀到了 谁呢 石乐 咱们刚说了嘛 这东西两大兵团 光说西边了 东边这还有石乐 石乐带着兵 也杀奔京城了 他先赶到了 进攻平阳 这晋明那边一看 这更惹不了了 干脆 赶紧带着传国玉玺 一起就 放弃了京城 投奔刘耀去了 这进准啊 担心的真是不多余 你看他弟弟 他们这一行 到了刘耀那 马上就被拿下 杀掉了 那再说这刘耀 刘耀这还往这京城平阳 进攻吗 已经被石乐占据了 这你说要跟他硬碰硬打一仗吧 刘耀心里还真没底 你说我打尽准那样的 那我不怕 这石乐可是不好找 尤其是这时候呢 后院起火了 刘耀这不是从关中来的吗 关中内乱 这有人造反了 于是刘耀决定啊 咱不招惹石乐了 赶紧带兵回关中平乱 他回到长安之后啊 自己是不是已经称帝当皇帝了吗 又回到了长安 干脆就宣布 匈奴汉国 迁都到长安了 以后长安就是都城 咱也不叫什么匈奴汉国了 改国号 不叫汉了 改国号为赵 这石乐呢 占据了京城山西这一片之后呢 后来他也称帝了 也改国号为赵 这俩赵怎么区分呢 所以刘耀这个就叫前赵 石乐这个叫后赵 这起名字为啥叫赵呢 这还有个小故事 一个传说 说这个刘耀啊 当年年轻的时候 他不是长相怪异吗 个子又高白眉毛 打唱哥伯什么 觉得呢 大伙都瞅我奇怪 不愿意跟我玩 所以呢 我也不跟你们玩了 我去隐居 隐居在哪呢 隐居在管层山 管层山在哪啊 也在山西 大块这山西陕西交界的地方 这不是黄河吗 贴着黄河的东边 是吕梁山脉 这管层山啊 就在这吕梁山脉上 在北边 山西的西北部 山西最著名的河 不是坟河吗 这坟河就从管层山这发源的 这刘耀啊 在这管层山这隐居 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 也到了睡觉的时间 刘耀呢 就准备打开业余历史 听上两三集听着睡 这业余历史啊 原来讲的长 一集四五十分钟啊 我就肯定睡着了 现在呢 这这这小子越来越懒 啊 这一集十来分钟完了 一集睡不着了 得听上个两三集 正在这准备着要睡呢 哎 有二童子入柜 推门 进了俩小孩 进来以后 见了刘耀 哭通哭通都跪下了 说什么呢 管层王使小臣 奉叶赵皇帝 啊 说这不是管层山吗 管层山有山神 这神仙啊 叫管层王 管层王让我们俩来啊 拜见赵皇帝 刘耀左右一看赵皇帝 赵皇帝在哪呢 我呀 我是赵皇帝 哎 对 这是俩小孩说的 我们神仙说了 就是你啊 所以呢 让我们来献剑一口 送给您一柄宝剑 这刘耀把宝剑接过来 俩小孩呢 再次磕头 然后起事走了 刘耀啊 打开宝剑 在蜡烛下面仔细关桥 哎呀 这真是宝家伙 啊 剑长二尺 光则飞长 再仔细一看 这宝剑上 刻着字 写着 神剑欲除中毒 哎 戴上这柄神剑 扫平天下的阴毒 后来呢 这刘耀啊 就一直带着这把宝剑 哎 还发现这剑啊 随似时而变为五色 根据春夏秋冬似时不同 人家剑还变颜色 哎 这温度计 所以呢 你看 这不是刘耀说了吗 这时候 神仙说了 我是赵皇帝 哎 我是神选之子 所以呢 国号为赵 这当然 这只是个传说 但是呢 知道这样的小故事 您印象更加深刻 这刘耀啊 带兵回到长安之后 先后平定了枪堤之乱 陈安之乱等等 局面慢慢稳定下来 然后呢 政绩方面也有不少作为 在长安开办学校 找了一些博学鸿儒来教授汉学 哎 你看他深度汉化嘛 虽然是胡人 对汉文化还是很推崇的 这儿发展的挺好 但是呢 你看这边是前兆 那边是后兆 这两兆之间是必有一战 从公元324年开始 这前兆后兆开始交战 一直打到328年的12月 终于是分出胜负来了 这时候呢 双方在落水沿岸大战 这一仗呢 打的挺有意思 这刘耀啊 少儿饮酒 末年游慎 年轻时候就喜欢喝酒 等现在啊 年纪大些了 哎 这年纪越大 酒饮越大 你看我见过那能喝的啊 连早饭 他都得喝上几杯 这刘耀呢 更是 哎 这拿着酒啊 就当水喝 时不时来点 这一会儿 待会儿要打仗了 打仗时候不能喝酒啊 所以呢 打仗前 哎 我得先喝过了饮 于是呢 要江战 饮酒 树斗 这咱得提一下啊 这古代 那时候的酒啊 比咱们现在的白酒 度数低 你看 武松打虎 在景阳岗上 先喝了十八大碗 十八大碗 只要按现在的酒 喝了好几斤 那搁谁也得醉死了 所以那时候那酒浓度低 但是呢 这也喝了好多 行吧 喝到位了 出发啊 长城赤马 无故局顿 这刘耀啊 他个子大嘛 骑的是一匹高头大马 枣红色的 还有点那个赤兔马 那意思 结果也不知道 怎么今天 这摔跤了 他没喝 他也摔了 那骑不了了 换吧 乃换成小马 你倒是换匹大马呀 不换了一小马 刘耀大哥 腿长胳膊长 往小马上一坐 恨不得那腿啊 都搭了到地了 还是挺滑稽的样子 出征了 没跑两步 这刘耀站住了 不行 又跨下马来 干嘛呢 得再喝点 又饮酒斗鱼 这回是真到位了 出征 骑着小马 他冲上去了 结果双方一场大战 刘耀这边打败了 打败了就逃跑吧 要昏醉奔退 马线失去 刘耀骑着小马往回跑 跑的时候啊 这酒劲上来了 咪咪咚咚 小马呢 拖着他也算倒了没了 你这么大个让我拖着你 咱俩要是换换 你背着我 没准咱还跑快点 小马着急跑 结果呢 马蹄子陷到石头缝里去了 摔倒了 这一下啊 把刘耀从高处摔下来 摔哪去了呢 掉河里了 他们不是在落水沿岸交战吗 刘耀掉到落水之中 那时候啊 是十二月冬天了 这落水已经结冰了 所以刘耀重重的摔在了冰上 这一下摔成了重伤 背创十余 通中折三 这身上啊 创伤十余处 其中有三处是贯穿伤 于是呢 刘耀躺在地上 冬不了了 这时候石乐那头 石乐的干儿子石勘 冲上来把刘耀是生情活捉 这一场仗啊 石乐大胜 斩首五万余击 然后呢 尤其是活捉了对方的皇帝刘耀 这石乐高兴 跟刘耀说啊 你带兵出征了 派了你儿子太子刘兮 留守长安 你呢 赶紧给你儿子写信 让他速速投降 我还能饶你爷儿俩不死 刘耀说那就写吧 咱们不说明了刘耀 书法好 擅长草书立书 拿过笔来刷刷点点 写完了 有人呈上给石乐 石乐一看刘耀写的信 哇呀呀怪叫 为啥呢 不认识字 这石乐不比刘耀 虽然都是胡人 这石乐啊 小时候命苦 给人家当奴隶 所以呢 也没认识几个字 那怎么办 找人给念 一念 石乐哇呀呀怪叫 这怎么还叫呢 你看写的什么内容 刘耀写啊 与朱大臣匡为社稷 物以物物异议 哎 跟他儿子说 你呀 跟诸位大臣 好好的守好观众 千万别因为我改变主意 我是死定了 石乐一看 你死定了是吧 让你现在就死 把刘耀杀掉之后 再派重兵进攻长安 咱们再说这长安的情况 刘耀出生的时候 留了他儿子 太子刘兮 留守在长安 这时候刘兮听说 哇 老爹 我爹那么勇猛 都被人给杀了 看来这石乐真是惹不起 那怎么办 人杀到我们这来了 这刘兮啊 没什么主意 他呢 全靠着他哥哥 南洋王刘印 给他出主意 这刘印就说啊 不如我们西宝秦州 咱们撤退吧 放弃长安 往西奔秦州 秦州在哪呢 就是今天 隆西一带 治所就在上规 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 咱往那儿去 这时候呢 有人不乐意了 尚书胡勋就说 今虽丧君 净土上班 将士不叛 咱们是皇上 这么勇猛的皇上 让人给抓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这不关中领土 还完整 这一守难攻啊 我们手下还有不少的将士 且当病力巨制 力不能拒 走未完掩 咱多少得跟敌人打一打吧 那能守住呢 守不住 咱再退 那也来得 也来得及啊 没想到呢 刘印大怒 当众斥责这胡勋 说你呀 扰乱我的军心 哎 你看吧 这要出征的时候 有人怂了 那是扰乱军心 好 这统帅怂了 有人坚持要坚守 这也是扰乱军心啊 你动摇大家 跟我逃跑的决心 于是呢 当场把这胡勋给斩杀了 这一下文武百官 不敢再说什么了 全都跟着这个 刘夕刘印逃跑了 留下的留守的将军 像蒋英啊 新树等人 带着数十万的百姓军民 全都投降了后照 于是后照轻松占领了长安 这刘印刘夕这头呢 哎 你说他跑了吧 没过几个月 公元329年的8月 带着兵又杀回来了 反攻长安 这时候呢 跟他们交战的 是后照这边的大将石虎 啊 这是战场上杀人多 执政的时候杀人更多 那后来成了有名的暴君 这石虎啊 轻松的击败了刘印他们 乘胜坠迹 斩尸千里 从长安一路 又杀到上规 就天水啊 最后攻破了上规城 把这太子刘夕南阳王刘印 还有他手下的公侯将相们 杀了三千余人 然后呢 剩下没杀的文武官员 还有关中的刘民 全都迁到了湘国 湘国在哪呢 就是后照当时的都城 在今天河北的邢台 于是呢 到这儿 这匈奴汉国 再讲上后来的前照 这就算正式灭亡了 前照的故事咱讲完了 前照是被这后照所灭 这后照怎么这么狠呢 咱们从下集开始 聊这后照 时乐时虎他们的故事